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節天氣報告 我是陳恩俊 在過去幾天香港也下了不少雨 今天也不例外 從雷達圖像上見到 今天不時有些雨區掃過香港 而在西貢的天氣照片也看到 今天多雲有雨的天氣情況 由午夜到下午4時多 香港的東面有些地方 甚至錄得超過20毫米的雨量 而另一方面 我們今天繼續受著偏東氣流的影響 風勢都頗大 提提大家 強烈季後風訊號仍然生效 大家要小心岸邊的大風和大浪 看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華南地區的雲量 其實都還是頗多 所以今天各區的最高氣溫 普遍都只是在23至25度 我們預計影響我們的偏東氣流 將會在未來的一兩日慢慢緩和 而在香港附近的雲量和雨量 也會逐漸減少 所以我們預測今晚和明天的天氣 將會是多雲 有幾陣的趨雨 明天氣溫會計乎在23至26度 風方面會吹和緩至清淨的東風 初時離岸和高地會吹強風 而去到週末和下個禮拜初 預計在我們上空的反氣旋流場 就會變得更加明顯 代表著天色將會好轉 因此我們展望去到週末期間 天色將會好轉 而去到下個禮拜初 天氣就會變得炎熱 天氣就看到這裏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